大家好 这两个星期咱们老在说朝鲜的事 因为那边也老有事发生 其实最近几天美国有些事也值得一说 比如川普又推出了新的移民限制令 而且川普任命的那个贸易谈判代表纳瓦罗出来说话了 他说未来就是中美贸易谈判一个可能的方向 不是像大家之前所预想的通过抬高关税壁垒的方式 而是向中国施压促进中国开放市场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美国减少贸易逆差 未必会通过减少进口额的方式来实现 而是通过增加出口的方式来实现 这些话题都是蛮值得一聊的 我们找时间可以来详细说 今天之所以又要说朝鲜 是因为三胖又在捣鼓事情了 而且这次他可能要捣鼓一个大的 昨天有消息说通过一组卫星图片发现 在朝鲜东北部的丰西里核实验基地 疑似正在准备新的核实验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朝鲜的第六次核实验 这个丰西里在哪呢 它在朝鲜东北部的咸净北道 从2006年开始朝鲜的几次核实验都是在这搞的 根据有中共官方色彩的凤凰网的说法 就是这个地方离中朝边境线大概是100公里 但是另外有人呢 就是通过对谷歌地图的分析 认为实际 要近得多 就是他 搞核实验有核设施的这个地方 最近的离中朝边境只有14公里 俄罗斯边境是38公里 不管怎么说 就是这个地方离中国边境很近就是了 朝鲜它是个小国 它没有什么广袤的纵深 它也找不到那些 太荒芜人烟的地方 是吧 像中国新疆的罗布婆 或者是美国的内华达沙漠 那他没有这种地方搞核实验 但是呢 他又没办法在南边靠近军事分界线 靠近韩国那一侧搞 因为这么做的话 等于是对美韩的一种宣战行为 所以他只能在北边搞 在北边呢 他又惹不起俄罗斯 所以呢 就 找中国吧 就是中国是老朋友嘛 老朋友你就得吃点亏 担待点 所以在靠近中国边境线这一侧搞 那么这个距离呢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核实验的规模 根据美国智库机构对这个卫星图片的分析 就是他们对这个 照片所显示出来的 坑道作业 所挖出来的这个沙土数量来估计 来计算 这个坑道所承受的压力 他们认为如果进行新的核实验 爆炸的最大威力 大概相当于是28万吨 TNT 黄色炸药 也就是说如果这次 核实验搞了 它的最大威力可能是去年9月份那一次的 10倍 那可能也有人会质疑 就是说会不会是美国人夸大其词 就故意渲染这个紧张的气氛 给朝鲜周边的国家施加压力呢 当然有这种可能 那只有等三胖真的把这个炮上点着了 然后别的国家根据这个地震波来测算 才能知道准确的 它这次爆炸的当量有多大 但是我想有一点比较肯定 就是三胖搞这个核实验 它的威力啊 应该是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大才对 因为这个核武器它要杀伤力够大 它才能有效起到威慑作用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去年9月份朝鲜那次核实验 在中朝边境制造了五级的地震 中国边境城市延级 有学校的墙出现了裂缝 所以学校紧急疏散 把学生都一起弄到操场去避难 如果今年三胖来整一个更大的 那是不是这个延级它的疏散规模也要扩大呢 那因为要对市民的 要对中国公民的生命负责吗 这个是政府应该负责的 除此之外还有核污染的问题 除了核污染还有地质安全的问题 因为有地质学家不断的警告 说这个长白山的地壳活动要当心 那是一个休眠的火火山 你这边老去制造人工地震 老去刺到它 搞不好就把它点着了 有这样的风险 总之呢 我想说的就是一句话 就是如果三胖再来整个大的 点一个大炮上 那么爱国群众们是不是也应该 上下街拉个横幅 抵制一下朝鲜冷面呢 就别光抵制韩国的乐天嘛 就算您一年也吃不了几碗冷面 至少表明一下态度 现在萨德还没有部署完成 而且 他就算部署完了 他也没有给中国制造地震 也没有制造核污染 他也不可能通过那个萨德导弹 空降几个韩国兵到中国来 来抢钱杀人 是吧 可是朝鲜那边呢 又给中国制造地震 又制造核污染 隔三差五还会有几个兵 几个朝鲜兵越过边境线 跑到中国这一侧来 杀人抢钱 那么爱国群众们对韩国都这么义愤填膺 对朝鲜一点不生气 这事也说不过去 我昨天听了一段广播 就是陈破空先生和大陆的一个叫做陈军的学者 俩人辩论 听完以后呢 我不得不为陈破空先生点个赞 因为有的话 却是说的 很到位 很好 那个陈军说 美国把萨德搬到了中国家门口来 你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容忍一个外国 在中国家门口张牙舞爪药物扬威吗 那破空先生说 那他当然能容忍他 那北京不是一直就在容忍吗 朝鲜不是整天就在中国家门口张牙舞爪药物扬威吗 而且朝中社不久之前才发了一篇文章痛骂北京 就是 批驳北京就是从朝鲜禁运煤炭这个事 骂中共政府 低级卑鄙 毫无主见 随波逐流 是吧 那么北京这边不也容忍了吗 从中国的立场来讲 朝鲜韩国都是外国 为何对朝鲜一味迁就 忍让好像是大爱无疆 对韩国却是声色俱力 资诸必较呢 同样俄国美国也都是外国 俄国几次三番的 抢夺 中国在俄经商的这些商人的财产 中共不是一声没坑吗 2009年 俄国炮击中国的货船 还造成了船员的伤亡 而且事后俄方既没有对受伤的船员及时施救 也拖延公布调查结果 那这个中共政府不是也照样也就接受了吗 也就容忍了吗 说雷达这个事情 是吧 俄国美国都在中国 边境外围的地方部署雷达 俄国在远东地区所部署的远程雷达 探测范围达到5000公里 号称中国 这个境内起飞的一只苍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到过了 是探测范围5000公里 把整个中国大陆尽收眼底 那中共政府没说什么 萨德的探测范围一两千公里 你绝不容忍 昨天我说这个事以后啊 有人在我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这个留言特别的逗 怎么个逗呢 他说 中俄是战略互信关系 是朋友 所以你在我家对面安一个摄像头 这事就没关系 我觉得这事好笑在什么地方吗 就是这个话呀 你应该去跟俄国讲了 你别跟中国人自己讲了 你应该去问俄国 咱俩不是战略互信关系吗 既然互信你在我家 对门安一个24小时监控摄像头 干什么呢 你要这么做了 咱俩还是互信吗 你要真把咱俩当哥们 你就把那摄像头撤了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嘛 你看他不去说俄国这事 他回过头来跟自己家里人说 他说没事 安那摄像头的是我哥们 是吧 他安了那个摄像头以后 咱一家人不管是吃饭洗澡 换衣服上厕所 全都被他看光光 看光光也没事 反正看的是咱哥们 就是他是这么一种思维 所以你看这个思维混乱到何种程度了 是吧 但是这里呢 我还是要顾及一下反方的观点 因为昨天那个广播节目里面啊 那位陈军先生提出一个观点 他说他为什么要反对萨德啊 就是说萨德的部署 打破了战略核威慑的平衡 什么意思呢 就是之所以我们互相之间有核威慑才能有平衡呢 是因为我核导弹能打到你 你也能打到我 所以呢 咱们有互相毁灭的能力 所以呢 有这种核恐怖下的平衡 谁也不敢率先发动战争 是这样一种情况 现在呢 你把反导系统部署在我们家门口来了 今后你能打着我 我打不着你 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 所以就不会有和平了 这个观点呢 要认真对待一下 因为我们评价事情要有个逻辑次序 有个前因后果 你才能有理性应对的办法 说美国是不是对中国有什么战略图谋 对中共有什么向装武剑意在配工的意思 借防范朝鲜来抵消中国的核威慑力量呢 有可能 就是你不管他对中共有什么样的打算 是要搞向装武剑意在配工也好 或者其他目的也好 他都得要得到韩国的配合同意 他才能实现 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呢 其实是在韩国政府的态度 而韩国政府 其实韩国朝野的一致立场 一贯立场都是 他们不愿意成为大国之间逐鹿的战场 因为加在大国之间 韩国是一个较小的国家 在历史上 朝鲜有太多这样写的教训 就是中国 俄国 日本这些大国 把朝鲜当作战场 互相之间竞争 互相之间拼搏 厮杀 给朝鲜民族带来很大的灾难 韩国这个民族一直想避免这种历史重演 而这次韩国政府冒着卷入大国间冲突的风险 引入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 让韩国的这种安全形势紧迫到了这种程度 而这个朝核问题能走到今天 就是因为 中共一直不愿意施加关键的影响力来制止朝鲜的核计划吗 联合国对朝的制裁只要没有中国的积极配合 它就不会有任何效果 所以今天引进萨德这个事情 就算确实是削弱了 中共的核威慑力量 但是它是你在朝核问题上不作为或者不积极作为的一个战略成本 就是从这个结论出发 你把萨德作为一项 自己的战略成本 你才能够有理智的应对办法 那什么办法呢 首先 你要正式和尊重 韩国基本安全方面的需要 去制止三胖的胡闹 在这个问题上 你和韩国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 不是一种互相防范和对立的关系 只有在朝鲜核问题上取得了实质的进展 你才能够劝说韩国政府 或者这个时候运用一些你的经济影响力 敦促它改变决定 撤销萨德 他现在的态度是完全不顾及韩国的基本安全需要 就使用经济手段来胁迫 这就等于逼着人家吗 就问 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你要命 你要你的安全 就别想从我这儿挣钱 那人家一想那钱和命我最好都要 如果两者不可得奸 那我又不傻是不是 我肯定是要命 钱没了可以再挣 命没了我上哪儿挣去 这个是我们昨天已经讲过的了 我就说这种态度不仅仅是破坏中韩关系 你和所有国家的关系都会受影响 现在中国人从政府到民间当中 有一种流行的不好的心态 他就是完全无视 也不承认国际政治当中存在着伦理这个东西 他认为就那几样 有钱有力量 你就得满足我的需要 他不顾及所有的是非问题 就是说 我有钱有力量你就得乖乖当孙子 他们真心认为这就是真理 他们也真心的认为国际当政治当中 不存在所谓的伦理 不存在所谓的是非准则 那最后呢 我是想引用一段话 那这段话是1914年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 对 奥匈帝国驻伦敦大使 所说的一番话 他这段话是这么讲的 大使先生 我想提醒你一下 拿破仑之后的外交之道 我们这些政客互相之间都会隐瞒一些东西 我们隐藏真心 做出一些虚伪的表现 因为诚实有的时候是会很痛苦的 而且诚实有的时候很危险 我们不会把所有真相都和盘都拖出 但是呢 我们也不会完全撒谎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 把别的伙伴当傻瓜 冒天下这大不韪 把黑的说成白的 因为你一旦这样做了 那么整个体系 这个让欧洲长期保持和平 乃至让老麦的奥匈帝国都能存活下去的 这个支撑力 就会土崩瓦解 那么我不知道 这一段话有多少人能够理解 可能普通网友当中呢 有的能理解 有的不能理解 有的赞同 有的不赞同 但是我可以比较确定的呢 就是 现在中共这些高官领导们呢 他们 基本上不能理解 也不能赞同 所以我反复说 你千万不要把现在中共的这些领导人们 这些高官们设想的太聪明 因为红卫兵的这一代 他们的人生观和知识结构所奠定的那个年代呢 他们不太能够理解 这样的话 特别是他们当中 有一批人后来在中共官场当中步步高升 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这种思维结构 所以他们不具备这样的头脑不具备这样的视野 去理解认同我刚才所引用的这段话 那么毕竟三胖了 现在还没有搞核试验吗 中共还有机会阻止他 等他一旦搞了 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后果就更严重了 而爱国群众们也会尴尬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